南中国军队不知道如何战斗 因为解放军几十年来没有打过仗 缺乏职尖的实战经验 来到公司还收集了一堆的专家作者 让他们写文章 然后将其编译成报告 在过去一年中 南德公司还是有几份报告 非常理智 总的来说 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见不一 还没有为大陆统一台湾做好准备 还有另一个问题 相对而言 在你跟老布什和克林顿的领导下 早期美国所做的情报工作质量要高得多 比较少用南德公司的报告 现在在这些南德之类的分析中心 很少有人从事实来分析 大多数人都从事收集数据 以供五角大楼参考 南德公司也追求各种目标 它是军工联合体的游说者之一 故意夸大中国威胁号增加军火订单 在这一切的背后 你需要明白 美国它 那的政治团体和他们的媒体中心 天天发泄陈词烂调 很明显美国政治精英 诸如基辛格这样的老人 也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在台湾 而是关于一个巨大的全球转型 但是这样清醒的美国人并不多 此外其他政客天天游说国会议员 要给台湾武器加强对抗 鉴于美国知识和政治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他们真的不了解 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 虽然美元有问题 全球金融体系也有问题 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 唯一的问题是从历史来看 强大的帝国从来都是从内部灭亡的 比如古罗马等等 美国上层有些人明白这一点基辛格暗示 他希望当代美国总统能够吸取前人的教训 看来美国还是有着明白人的 但已经老糊涂的拜登和佩洛西等等 也许根本 不会在乎 这两人一个必定带领美国走向失败 一个必定导致美国日落西山 好 本期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你 继三天军事演训之后 解放军宣布继续在台岛周围进行加练 这一消息令岛内一些人倍感压力 与此同时 台军也开始酝酿行动 近日有媒体报道 在解放军军演时 台军突然抵近 连二十艘军舰在台海中线展开对峙 二十艘军舰在中线对峙 岛内媒体援引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解放军军舰在台湾海峡和台湾移东执行任务期间 约二十艘解放军以及台军军舰在台海中线附近对峙 一直以来 所谓台海中线可以视作台当局的内心防线 此次解放军从海空域全面突破 也令台当局被感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大陆宣布军演之初 民进党当局还刻意封锁消息 试图隐瞒岛内民众 一直到有日媒报道导弹飞越台岛上空 岛内民众才恍然大悟 深感局势不妙 为安抚岛内民众情绪 近日台军也在卖力炒作其防卫实力 据台媒报道 近期解放军长春号导弹驱逐舰 在军事演训期间 遭台湾成功级军舰 在海上近距离监视 此外 报道还特别爆料 台军某官兵的航海日志 在日志中 该名台军军官提到 当时已做好与死网破的最坏打算 通常而言 有关内容不会轻易对外公布 但为了达到宣传效果 台军终究还是落了俗套 与台媒配合演了这么一出 是死如归的戏码 解放军寸步不让对于岛内有关炒作 大陆方面并未做过多回应 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 继续开展实战演训行动 除了在台岛周边大规模军演外 近日 大连海事局也发布消息称 解放军将在渤海部分海域 执行为期30天的军事任务 期间禁止船只驶入 连续一个月的军演并不寻常 在台湾问题上 除台独势力一直在四级搞分裂活动外 外部势力也在寻找机会插手干预 解放军近期以来的大规模密集军演 不仅仅是要震慑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也是为了对日美之流发出警告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解放军对台开展保卫演训之际 美日又开始在国际上颠倒黑白攻击中国 美方声称 中方在台海周边采取了过激行动 而日本方面也一再炒作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对此 中国军方早有言在先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人民军队别无选择 必将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一定会打到底 坚决挫败和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定